在馬夫拉克難民精修中心 一家支主卡瑟爾帶著七小球衣 如果沒有慈激一診 孩子視力問題 燙傷的後果都是未知 能不能健康長大 只能盡能力聽天命 醫師的診斷和建議讓父母放心不少 回到休息區 慈激志工更關心他們的生計 這邊11個 20歲就另外 另外難民症 25歲了就是去摘蕃茄 水果他們這邊就做農的意思 一天到5塊錢6塊錢 然後就是為了這些弟弟妹妹的 吃的啊 衣服啊 生活為了弟弟妹妹的 排行第五 今年16歲的阿里 小學三年級離開敘利亞之後 七年來沒能再唸書 他說他還想讀書 小學沒有錢 那他是公立學校讀書 他公立學校沒有在南港 啊 你說 你都在凌晨 是嗎 我都在凌晨 是嗎 我住在凌晨 我住在凌晨 它是從哈馬來的 哈馬是 也是全會 逃離戰爭六年 近兩年才輾轉來到這裡 馬阿人就是黃東的 黃土地主的 他們幫地主工作 地主給他們做 然後他們就是 提供電 提供電 然後他們去工作 再蘸番茄 清晨六點半 每天每戶家庭 最多三位 提著桶子得走三十分鐘 五個小時差不多可以蘸一桶 抵達番茄園 塑膠桶暫時成為座椅 當水果籃被運抵現場 大家立刻定位快速採集 當中有些男性負責搬運 部分女性負責分級 這一些敘利亞難民呢 他們每天上午六點半出發 七點開始採番茄 而且現場採現場分級 像是在這一批呢 品質非常非常的好 他們會外銷到 燒地阿拉伯或者是海灣國家 摘番茄時薪 約旦幣一塊錢 一天工作最多六小時 每個家庭一個月收入 大約160JD 換算新台幣6400元 然後一百五一百六 有就是大家吃的 有時候過節想買點衣服穿 可是現在他們也很難 有達到這個目的 可是如果我們有一個人 就有一個醫療 但是他們幾乎很少出去 除非真的生病 不得不出去看醫生之外 不然他們幾乎就是在家裡 勉強糊口之外 醫療和教育都使不上力 地主也說難民常常搬遷 而且幾乎所有家庭 都需要中學以上的孩子 打工賺錢 所以附近的公立學校 開不了課 至於小學年紀的孩子們 如果再沒有求知的管道 恐怕世世代代成為文盲 他們還有分到這個帳篷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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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教授嗎 好 好 好 十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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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歲的隱私法 自願為帳篷區的孩子上課 早上去 去摘花錢 去摘花錢 然後去 雖然缺乏教材 但大人憑著記憶中的知識 讓孩子身處一鄉 還是有受教的機會 而敘利亞的家 是夢想中 仍然要回去的方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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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